根據韓國媒體的票選 年度的最佳韓劇今年是由《勵之女王》拿下 除了兩位主角 金秀賢跟金志遠代言接不完 他們的拍攝場景 現在也成為了很多粉絲們朝聖的景點 我們也實地造訪了位在柏林近郊的無憂宮 發現當地就有很多的劇迷專程前往 甚至就連歐洲的女孩也是韓劇的粉絲 俊男美女愛得讓人好揪心 2024年進入尾聲 今年最夯韓劇榜也出爐 毫無意外由《勵之女王》拿下 不只韓媒票選為年度最佳韓劇 播出時所創下的超高收視 至今仍穩居史上第一 超越愛的迫獎 男女主角代言接不完 就連劇中場景也迎來源源不絕的朝聖人潮 而最經典的就在這裡 這座宮殿叫做無憂宮 位在距離德國首都柏林 一小時車程的小城波茲坦 是劇中裁伐夫妻 在明月旅行當中最喜歡的景點 從頭到尾貫穿兩個人的愛情故事 氣氛唯美又浪漫 我是看韓劇然後來的 我看了亞洲的朋友都是因為韓劇 這裡很漂亮所以我就來這裡拍攝 有被觸動到喔 覺得還是非常的還原這個韓劇裡面的場景 就連歐洲女孩也是韓劇粉絲 綠色穹頂黃色狼柱 落可可式宮殿精緻可愛 無憂宮是1745年普魯士國王 為了讓自己有一個遠離宮廷正式的地方所建造 場景開闊讓人心曠神疑 原本就是德國團的必遊行程 而現在更帶動了德國旅遊業績 根據統計柏林在今年一到九月的訪客人次 年增率達到了百分之五點一 眾多景點隨著韓劇爆紅 瑞士就是一大受惠者 上一部全球爆紅韓劇愛的迫降 帶來許多遊客造訪布里恩次湖 雖然當地的軍民不堪其擾 甚至向遊客收取自拍費 但是瑞士旅遊市場翻倍成長 超越疫情前水準 堪稱大贏家 記者楊智傑科斯安 德國波茲坦採訪報導